哈啰的角色酸 所以今天如标题所见是这个 YouTube之神的玩偶开箱 在这 我已经把包装拆掉了 不过你可以看到外面还有这个壳 那基本上从这边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 这个 BeautyPie一亿订阅的 限定玩偶 那等一下我们开箱的话 你也会看到 下面它其实是有一个数字在的 放哪里比较好 对 那这边下面还有它的签名 那我在开箱的时候 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人吧 那BeautyPie基本上是现在 基本上非企业的话 它的订阅量是 非企业然后还有 YouTube官方吧 它订阅量应该最大 一订阅不是一个小数字 打开了 不过这个玩偶好像是我 前年10月订的 然后我忘记多少钱说实在 我记得是顶多3000到5000台币吧 然后说实在有点等太久了啦 这边 我的数字是多少 020 000023024 其实我那时候几乎是秒定 所以 那时候已经卖出2万多个 我觉得还蛮扯的 我觉得还蛮扯的 这家伙到底多会赚钱 呵呵呵呵 这你感性 OK 所以大概长这样 那 这就是它的玩偶 然后这个是可以拿下来的吧 后面这个是 麦快的那个海神叉 诶 拿不下来吗 我拿不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因为太多人 可能抱怨它会掉吧 哦 这个它可以站起来 应该海神叉是可以拿起来的 我猜 那PewDiePie其实本身也做过 它做过各式各样的内容 就从游戏做到生活类型 然后做反应啊 或什么都有 非常多 这个耳机也可以拿下来 应该吧 耳机跟眼睛应该是可以拿下来 耳机 这是眼镜 我觉得 眼睛是有点 瞎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呵呵 这眼睛是 呵呵 呵呵 是想干嘛 还是你眼镜还戴着吧 呵呵呵 眼镜还戴着吧兄弟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呵 有点恐怖骨的感觉 哦这眼镜还一定要耳机扣的才能够 才能够卡住啊 为什么不把眼镜跟耳机做成一体的 oh my god 等一下 我把它卡回去 这玩具还是有点憨啦 只是我预期它会早点到 不过 呃 如果说我 2019年 10月定的 然后它到 呃 2019年 呃 2020年12月 它才到 呃 官方的说法是 呃 因为 新冠肺炎的关系啦 不过说实在这真的有点等太久 嗯 不过其实它们中间 大概 9月的时候 有跟我联络吧 所以 那时候 那时候其实我 我因为已经等太久了 我基本上已经 完全不抱任何希望了 哦 有有有用转的哦 用转的 这可以拿下来 嗯 这是 麦快的海神叉 嗯 基本上 嗯 天啊 感觉好像没有非常的限量 就大概是这样吧 之前不小心手滑买的东西 不过因为这次的体验 说实在真的有点差 就是因为真的等太久 所以我大概会 之后大概不大会买这个东西 买这种东西 我现在也比较少看他的影片 之前有一阵子其实还蛮常看的 好啦 基本上 他现在其实 据他的说法 他是半退休状态的啦 不过他半退休还是 可以做出一些 有一堆人看的影片 然后他之前的影片 其实好像都是他自己 自己拍自己剪 的样子似乎 好像每张时期不一样 他应该也才刚三十岁而已 跟我年纪其实我差不多大 基本上我如果大学辍学 出来做YouTube的话 可能就 我做YouTube时间 大概就跟他一样长 不过我把大学念完之类的 大概差在这边 没有啦 其实说在 怎么讲 十几点钟事情是很难讲 说在一般人在做YouTube的话都 尤其是那是几年前啦 是2013年我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基本上大家都不是不可能 那时候没有YouTuber这种东西存在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一定是先 就是做做看这样 不可能像现在说 好百分之百投入这样 对吧 也都是做一做 然后说好像真的可以 才开始投入更多投入更多 不过像他就是一开始就投入很多 像他有讲说他一开始做YouTube的时候 那个甚至是不能赚钱 就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跟一些 那种YouTube的广告商还是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有一些韩平台商合作 你才有办法在YouTube上面赚到钱 然后到比较后来 才是所有人都可以直接跟YouTube合作这样 就直接赚AdSense上的钱 嗯 反正就是 对 在2013年的时候YouTube其实还不是一个很大的平台 不过 最近 这八年 就是基本上他们是爆发性的成长 也算是合情合理 因为大家网络的补给率越来越高 然后手机 手机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好啦不想就讲气鼓来了 那也造就了 世界上出现了一个1订阅的男人 应该现在是1点 应该快1.1亿了吧 我猜 订阅数量到这种程度 这是完全不科学 这样非常夸张 好啦 那 其实今天影片就大概这样吧 其实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其实有在想过开一个系列 就是介绍这种 国外的憨儿 之类的系列 不过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兴趣啊 我也说实在我对 就是如果要做这种系列的内容的话 我必须要慢慢揣摩到底要怎么进行吧 不过有可能蛮有趣的 好啦 我们之后再见 拜拜 好 好 oine σε 評刀 behö 嗨